苹果新款Mac mini日前已经正式发售 开售及售庆 不少网友都表示 很久没有遇到过需要这样抢购的苹果产品了 如果你购买了它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带给你 Final Cut Pro准备获得大更新 M4的性能加上Final Cut Pro新功能 肯定会让你的硬盘剪辑更加轻松 具体都有哪些更新呢 不妨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外媒称 苹果在上个月的Mac mini宣传视频中 透露了即将发布的Final Cut Pro Mac版更新 预计会在本周三的年度 Final Cut Pro Creative Summit创意峰会上发布 作为由苹果主办的年度峰会 活动首日预会者将有机会 清零Apple Park 以赌Final Cut Pro新功能的全貌 即将到来的Final Cut Pro关键功能 苹果此前已预告了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的四项重大功能更新 针对创作者需求 引入了更丰富的功能 尤其是为3D视频 与AI特效提供支持 以下为即将推出的主要功能介绍 空间视频编辑 苹果在6月发布的Vision OSR新闻稿中提到 Final Cut Pro将加入空间视频编辑功能 能够处理诸如iPhone 15 Pro系列设备 未来iPhone 16系列级 Canon EOS R7微单相机搭配的 空间视频镜头录制的3D视频 这类空间视频具有深度效果 用户可通过苹果的Vision Pro头显 进行沉浸式观看 为视觉体验带来全新的立体感 AI自动生成特效 Mac mini宣传视频中 苹果还展示了Final Cut Pro的 即将推出的AI生成特效功能 用户将能够一键应用 由AI生成的视觉特效 苹果在Vision OSR的新闻稿中 也提及了沉浸式标题和效果功能 这或将成为Apple Intelligence的一部分 此功能将帮助视频制作者 更轻松地增添视觉亮点 大大提升视频的互动效果 AI自动生成字幕 苹果在宣传视频中 展示了Final Cut Pro的 自动字幕生成功能 通过AI自动识别视频中的语音 并生成字幕 免去用户使用插件 或其他软件的需求 该功能对于当前TikTok 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 等平台上的短视频创作者而言 尤为重要 便于快速生成字幕 并增加视频可读性 Final Cut Pro视频中还出现了 未公开的磁性遮罩功能 这一工具或将帮助用户 轻松隔离前景中的移动物体 进而实现背景移除 文字添加 色彩校正等效果 此功能预计将与Motion VFX的 M-Roto AI插件 或DaVinci Resolve的Magic Mask功能相似 为视频制作提供了 更丰富的创意可能 这些更新中的部分功能 预计也会延伸至iPad版Final Cut Pro 此外呢 苹果还可能会同步升级 Compressor和Motion等 Final Cut Pro的配套应用 甚至包括iPhone上的 Final Cut Camera应用 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的联动效果 Final Cut Pro最新版其他改进 在Final Cut Pro 10.8版本的更新中 苹果已加入了增强光影与色彩效果 平滑慢动作效果 时间轴高级搜索和过滤等新功能 然而用户仍然期待更多的改进 包括自动生成字幕 文本 编辑功能 以及在iCloud中管理视频库的能力 如果此次更新被命名为Final Cut Pro 11 将标志着这款应用迎来重大版本升级 为创作者提供更多可能性 目前Final Cut Pro在美国的定价为299.99美元 而iPad版采用订阅制 月费4.99美元或年费49美元 苹果即将推出的Final Cut Pro新版本 不仅迎合了视频制作人日益复杂的需求 还通过AI、空间视频、自动字幕等功能的引入 帮助创作者提升制作效率和作品质量 这次更新展示了苹果对创意工具的重视与创新 未来也将有更多专业创作者 在苹果生态系统内找到最佳的创作体验 不知道对于以上更新你是否满意呢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独特见解 与大家一起探讨吧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数码产品相关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数码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吧